Hallelujah!感謝神的帶領 那我們可以一起聚集敬拜神 我們在道理上面常說 迪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到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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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保罗在训道之前写给迪摩太的书信所做到的 迪摩太后书四章七节到八节 他也曾经说 这不是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乃是我竭力的追求 来得到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提醒自己 检讨自己 我们怎样从灵性的一个修养上面 来改变我们的生活的态度 首先我们要让自己的度量宽一点 我们来参考真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真言二十四章二十九节 所必试中佩孟 무�佩孟 ning bom 二十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一个彼此报复的思想观念 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以恶报恶 反而要去做众人以为美的事情 而且要尽量跟众人和睦 这就是教导我们 我们的度量要宽一点 凡是忍耐 凡是要懂得包容 因为爱可以遮掩许多人的罪 做一个宽宏大量的人 保罗也名利我们要有一个谦让的心 不要彼此计较 更不要为这个世俗的事来操心 因为主将要来的日子将近了 我们应该靠着主常常喜乐 对世上的事我们懂得谦卑让步 这样神一定会赐给我们一个谦让的心 神也赐给扫罗智慧 让他懂得在教导上面 随时抱着一个谦卑的心态 来带领信徒们 在旧约时代的所罗门 我们都知道他向神所求的是智慧 圣经里面说 神是给所罗门的不止只有智慧而已 还有一个广大的心 他形容这个广大的心 好像海沙一样不可以测量 这也教导我们度量大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尤其我们在这个世俗上跟人待人接物 或者你负责更多的事情 你面对了更多的人 更需要有一个更大的胸怀跟度量 再来我们要懂得说造就人的一个好话 我们来参考真言十六章 真言十六章二十一节 我们要读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 我们要读二十一节跟二十四节 同样表达一个意思 有的人一开口就让人觉得非常的生气 甚至让人家生气到话都说不出来 但是有的人说出话来 就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舒服相信他 这个关键就在于我们的嘴巴能不能说出好的话来 所以圣经说有智慧的人能说出良好的话来 但是愚昧人的嘴却说出让自己灭亡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让人家听起来说话舒服 我们懂得思考后再说 而且是存着爱心来说真话 而且说的是诚实的话 这样对别人才会有益处 我们也要祈求神让我们有良好的一个口才 因为口才是来自于 出外纪迹四章十节到十二节 请订阅 ans 恭就说 谢谢 还有 texts E 因为我想说 你认识 这句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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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就演读 我认识 这句话说 他做的事 那是有点逼的 也是有点逼的 所以中国世的人 在这个词 呢 你如此 有点逼的 在这 identifying 或在这一些 或是用不住 我们从耶和华跟摩西所说的话 再次提醒我们 包括如何有好的口才 都是神所赐给你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求神 让我们随时可以说出好的话来 能够造就别人的话 让听见的人都可以得到益处 再来我们要有一个同理的心 来推别人设想 保罗勉励我们 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情 也要顾别人的事 而且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我们在世上需要常常跟别人配合 每个人有不同的个性跟能力 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基督耶稣是以拯救世人为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基督耶稣是以拯救世人为他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基督耶稣的心就是要让我们脱离罪恶 他这个伟大的一个救赎的工作 是他牺牲在天上荣耀的宝座 降生到世上来完成的 这也是表达出一个爱的一个真谛 爱的真谛是不求自己的好处 不单单顾到自己的需求 能为别人来设想 而以别人的好处来当作一个前提 所以我们当需要跟别人配合的时候 懂得要考虑别人需要什么 我们的行动不要因为这样耽误了别人 我们来参考真言三章 真言三章27节28节 有时候行善来救别人 我们要考虑有时间效果的问题 我们如果动作太慢来救一个别人 有时候都来不及 圣经也告诉我们 当人被拉到死地 你要解救 别人将被杀 你需要来拦住他 你需要来拦住他 这也来勉励我们 我们当一个基督徒一个使命 我们要传福音来救别人的灵魂 我们是否也要把握自己的时间 在救人灵魂的这个事情上面要行动快一点 信徒有一个良好的品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殷勤不要懒惰 我们能够时常抱着一个火旺的心来服侍主 殷勤来服侍圣工 可以让我们的工作效率可以更好 在社会上工作努力的一个员工 也一定可以帮忙公司提高一个很好的效果 就算我们是一个家庭主婦 我们懂了如何爱家来顾家 不过这些是来的 不过这些太的 也可以让我们整个家庭非常幸福美满 所以不管我们担任什么样的职务跟角色 我们如果善用可以跟别人合作 能够让工作的效率提高 也让工作的效果可以完成 我们在属灵教会里面的圣工也是一样 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才能 我们不是依靠自己的势力 是要依靠神的灵来完成这个事工 所以圣工的发展需要我们全体的一个幸福 能够愿意同心合意恒切地来祷告 才能完成神所托互给我们的目标 我们来参考更多前书 科林多前书十五章 五十八节 五十八节 五十五节 五十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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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免疫我们 可以一起合作来做主的功 神会纪念我们所做的 将我们所做的 记在天国上面 所以一同做圣功 是一个良好的结果 再来我们要懂得多思考 多看一些 而且多用智慧来做事情 我们看真言 真言二十二章三节 真言二十二章三节 这里说明一个有智慧的人 他知道怎么样判断整个所有的状况 晓得事情的轻重环境 所以他懂得遇到灾祸的时候 要懂得能够闪避 不懂得不懂得思考的人 他完全没有警觉性 他容易遇到 能够常常遇到不好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多用脑筋来思考 所以怎么样多用脑筋来思考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神是给所罗门王有很好的智慧 所以圣经里面举到一个例子 有两个妇人来到他面前争吵说 活的孩子是他的 死的孩子不是他的 在当下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说 这活的孩子是谁的 所罗门王说 把这个孩子批成两半 一人一半 这时候真正孩子的母亲 他愿意牺牲 把这个孩子给另外一个母亲 这就是神给所罗门王一个智慧 让他用这个方法 能够找出真正是属于孩子的母亲 主耶稣在传道理的时候 也对门徒这样说 我们参考马太福音十章 马太福音十章 十六节十七节我们一起念 十七节 十六节 这里耶稣拆遣门徒 祂出去传福音 来提醒他们 我们基督徒常要向陌生人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更需要向神 来求神让我们有一个灵敏的心 让我们更需要向神来求神让我们有一个灵敏的心 让我们可以懂得看出一个真心追求正道的人 祂是一个有心要目求道理的一个人 我们就用真诚的态度来跟祂讲求道理 让祂明白福音的一个好处跟宝贝 但是对一个没有心的人 或是祂心里存着一个不良的想法 并不是真心想追求道理的人 我们懂得哪里分寸 这是一个公立的一个社会 在这个末世很多诈骗的事情陈出不久 人常常用这个诈骗的方式 他就是利用我们人性的一个软弱 我们人有很多的软弱 有时出于贪心 有时出于没有知识 有时候是出于自己骄傲 让别人有缝隙来诈骗他 我们旁人也许会觉得说 怎么这么不可思议被骗呢 但是如果当下那个情境 如果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克服我们自己人性的软弱 不被骗呢 所以我们基督徒更要求神保守我们 赏识我们智慧来判断 如果我们缺乏智慧的 亚哥书勉务力我们 要向神来求 神就必赐给我们 再来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我们来参考真言26章 真言26章13节 真言26章13节到15节 优优优独播放送 这三节形容懒惰人的一个情况 他有那么多的理由 他就会拒绝出去工作 人的惰性让他更不想做任何的事情 找很多理由来推三主事 所以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完成 你找理由的时间已经可以完成很多事了 我们知道真神掌管一切的事情 虽然很多事情的发生 有人的因素 但真正的主宰却是我们的神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我们的本分 虽然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 但是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尽力去做 我们来参考创世纪 双世纪五十章 十九节二十节 五十章十九节二十节 十九节我们一起念 这里约瑟告诉他的哥哥们 经过了这么多年 我们完全不知道神的意思是怎么样 但是现在的一个结果 让我们所有的人保全了性命 就是我们要努力做我们所当作的 在约瑟的一生 他前半段的生活是过得非常坎坷 但是他没有忘记来追踪神 神也没有忘记他 神的意思要带领他们的家族 能够离开饥荒 延续整个家族的性命 而且将来成为以色列的民族 所以我们不要为自己找理由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尽力去做我们当作的事情 我们参考传道书九章十节 传道书九章十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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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伽从阻止 传道书九章十节 万你也是识续叻 怎么认为在你 happening 每一个人有自己的身份跟恩赐 我们是基督徒更要懂得把个人所得到的恩赐 来彼此服事 而且要做神的有恩赐的好管家 在我们有能力跟时间之内 也懂得帮别人多做一点 圣经告诉我们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做任何事情 勤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有能力来帮助别人 自己也会得到快乐 再来我们要懂得有智慧 不要轻易地发怒 我们来参考真言十七章 真言十七章二十七节 真言十七章二十七节 我们不要轻易来发怒 如果性情暴躁的人 反而透露他是一个愚昧的人 每一个人都带着血气 有时候会意见不同 可能彼此心中不愉快 如果你容易大发脾气 容易破坏了人之间一个和乐的气氛 所以在我们现代人当中 也非常重视情绪管理的这个能力 如何懂得控制自己的情� 来改变自己比较暴躁的一个个性 不要轻易地发怒 让我们心中能够安静 这也是有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灵性修养的一个课题 我们再来看真言二十九章 真言二十九章十一节 我们看十一节跟二十二节 我们先看十一节一起念 所以我们前击得抄抄地 我们先看击忏忍 要 pumped 心中由一节 den感恩 二十二节 要求恨的人 要求恨的人 多多犯罪 这里告诉我们 愚昧的人 或是容易发脾气的人 他会引起一个很不好的影响 有智慧的人 他懂得控制自己的脾气 所以保罗也美丽我们 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应当顺着圣灵而行 我们懂得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会放纵肉体的情欲 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 顺着圣灵而行 他就懂得心中安静 在神面前谦卑地祷告 他也能真正地依靠圣灵 来改变自己可能不好的一个个性 我们参考以西节书 以西节书36章 26节 Ezekiel 中部30节 库5配本目 以西节书36章 中部30节 库5配本目 26节 我没醒面 库5配本目 哎现在用复 murdered ode1端 中部一刻 是给你们 杀马耻 בש 几乎 第二道 我们就是看 27节 我们就看 27节 27节 进 早 这就是保罗名利我们的 我们可以顺着圣灵而行 因为神应许我们 要将这个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它就可以改变我们 照着神的律律而行 这样就可以让我们的性情改变 而且我们要懂得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如果我是一个言语急躁的人 他就没有办法好好地说出话来 我们来参考真言29章 真言29章20节 真言29章20节 20节一起念 这里一个愚昧的人 如果他自己知道 他不敢随意地发言 这时候他沉默反而是好的 反观我们如果是一个言语急躁的人 在不适合的时候说出不适合的话来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不好 人有时候出口的话太重了 本来是一个好的话 本来是一个好的话 让说出来变坏的话 本来是一个好的话 让说出来变坏的话 所以懂得说话要轻柔一点 让别人听着能够接受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 亚哥师父告诉我们 我们要快快地听 慢慢地说 慢慢地动怒 这意思就是要我们要仔细地专注地来听 经过很谨慎的思考再来说话 不随意地来生气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灵修 我们来参考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四章五到六节 我们一起念 这里用 这里用 这里用言语要带着和气 好像我们用言来调和一样 就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回答别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灵修所要追求的一个能力 最后我们要懂着面带笑容来带给别人喜乐 圣经教导我们喜乐 我们喜乐可以带给别人欢乐 喜乐可以带给别人忧伤的灵 变成欢乐 喜乐要从我们个人做起来影响别人 圣经告诉我们 在盼望中要有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最重要的要恒切祷告 因为使人有盼望的神 会因我们的信心 将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 所以我们来看菲利比书 所以我们来看菲利比书三章 中部摆 所以我们来看菲利比书三章 十三节到十六节 库中部摆 一库中部摆 菲利比书三章 库中部摆 道库中部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只有一件事情 它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来直跑 这也是我们在灵性修想上 我们彼此要来勉励的 我们清楚神给我们的道理 就要在我们的生活上 过着手道跟行道的生活 要完成这样的生活 就要靠我们在灵性修养 不断的一个长进 希望我们彼此弟兄姐妹 彼此来提醒勉励 今天的道理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在讨厌新教育中心 我们也会这个教育中心 我们也讨厌大家 的工作 感谢观看